过期大米改头换面变新米 竟然流向乡村学校 太无法无天了 根据鲁中晨报的消息 10月12号上午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 书不查明自2022年5月到2024年4月 有阳县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将粮库的应急大米重新包装以后 对外销售存在虚假标注保质期等违法行为 总计16,221代 超过23万斤 其中1,215代 4万多斤销往学校 目前涉事公司主要负责人 已被免职吊离合 降机处理 换句话说 该粮食公司将过期大米 销往学校的行为示锤了 牵手知道以此冲好 是如何通过层层关卡的 又是谁在为他们保驾护航 如此处心积虑的一番操作 竟然持续了近两年 还将黑手伸向学校 是蓄谋已久的专挑软柿子捏吗 学校是否对此毫不知情 是否有利叔叔呢 据了解过期大米会产生有害物质 长期食用很可能造成身体损害 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吃 这种米实在是丧情天良 另据酒派新闻的消息 此事由涉事公司内部员工检举曝光 对方提到领导此举 是为了完成考核指标 追求个人年薪最大化 还有针对性的 销往留守儿童较多的乡村学校 具体情况如何 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我们要重申的是 任何危害孩子身体健康的行为 必须零容忍 祖国的话座 无论长在哪个角落 都需要我们用心呵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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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项目走